各位贵宾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姨 欢迎收看部落大小生看大选 总统立委大选逼近 原民台16号录制立委候选人证件交锋会 让十位三元立委候选人 以及四三位平原立委候选人 有平台发表证件 平原还有三元的立法委员的参选人 他们需要一个平台来公平的论述 跟发表自己的证件 所以当然原民台作为一个公共媒体 我们当然要提供这样的平台 让大家很公平 公开 公正的时间的长短 他问题是用抽签的方式 让大家有一个公平阐述自己理念的机会 让更多的族人如果没有来到现场 可以透过媒体这样子的平台 让他们知道这些立法委员候选人 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然后真正的去在评估上面 能够真正的去了解 这些立法委员未来真正当选后的 一些市政的方向 这阵原住民立委参选爆炸 甚至有多位政治素人加入选战 为了让族人认识候选人证件 以及论述能力 特别邀请公民团体 针对原住民族社会 目前高度关注议题提问 包括平埔族群证明 原住民族自然主权 以及长照等议题 甚至也邀请年轻代表提问 今天几个问题大概都是 我们这样看大概都是目前 目前我们原住民社会 主要碰到的一些比较关键 比较重要的一些生活议题也好 或者文化议题也好 我们提问当中呢 是我们最关心的议题 有关于平埔正名复名 我们很希望听到 我们未来的立委呢 他们对于我们的正名是 支持或是不支持 那如果不支持的话 希望能够告诉我们 还有哪些需要再继续努力的部分 到底我们选这个 选这个立委 是站在中华民国底下的 原住民在谈我们自己的问题呢 还是我们是站在 我们原来本位原住民的立场 来去谈我们的问题 这次立委候选人证件交锋会 各个候选人卯足权力 要把证件说清楚讲明白 而三元证件交锋会 一月二号晚间七点半播出 平原证件交锋会 将在一月九号晚间七点半播出 选民可以透过立委证件交锋会 了解立委候选人证件理念 接着我们老师录录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idi fam 你的朋友 têm了 由于曾经筒走 余运cida 我当然搜射 把词证件交锋帝 你们 你的 我的 neutral 我们